近日来,有网友整理出了最新出炉贪官15条无耻语录 列举了大陆贪官们为自己贪腐行为辩护的理由 条条歪理让人啼笑结非 来看雪莉的报道 贪污受贿败露,贪官被抓受审 本来是应该检讨谢罪 但中共的贪官们没有忘记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皇帝还有三公六院 我有两三个相好的算什么呀 这话是出自于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他在任期间是交涉淫逸 利用职权,玩弄女性一百多人 这条受贿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同南县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的这句话 堪称是最时髦的腐败理由了 他承认收了礼金奖金 可他辩解说 我没有受贿动机 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 是为了发展经济 权有多大,利益就有多大 这是福建省郑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 对他妻子的悄悄话 他是因为买卖官职 收受贿赂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当官的理念是 千里来当官 为了吃和穿 当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 当官不收钱是退了没本钱 另外呢 还有很多贪官为自己辩护 有的喊冤有的诉苦 还有最可笑的腐败理由是 看到别人都在弄钱 我不捞钱感到孤独 真是让网友啼笑皆非 有网友描述自己眼中的贪官是 每个贪官的家里都有很多荣誉证书 每个贪官的办公室里都挂着很多连证名言 每个贪官的保险柜里都所有巨额赃款 每个贪官的办公桌里都藏有二奶的内裤 每个贪官的衣柜里都会有几本外国护照 每个贪官的家属都有几个移民国外的 这应该是中共贪官们最形象的写照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